龙剑五法国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·卡斯塔纳,一日披露,去年11月,当局曾挫败一起恐怖袭击图谋,而时间节点,正是黄马甲首次大规模示威抗议爆发之际,卡斯塔纳一日在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时,谈及近年来破获的多起恐怖袭击图谋案件。 他举例称,在去年11月17日,黄马甲发动首次爆发的日期,之前几天,也就是黄马甲运动初期,出现了一个名为血洗17日的组织。 卡斯塔纳表示,该组织准备在11月17日当天发动一次恐怖袭击。 情报部门在察觉后,及时挫败了这起恐袭图谋,但他并未进一步透露案情细节。 另据巴黎人报报道,去年11月13日,法国警察总局反恐分局,在中部卢瓦尔省的圣埃迪安市采取行动,以涉嫌结伙从事恐怖主义犯罪为由逮捕了四名嫌疑人。 报道说,当时这些嫌疑人的行动目标尚未查明。 调查人员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的家中,查获了一只猎箱、数个弹架,以及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资料。 另一名嫌疑人,还曾试图从黑市购买AK-47冲锋枪。 在介绍反恐工作时,卡斯塔纳还透露,法国政府采取了加强对内安全总局等反恐情治力量的措施,我们的情报部门实力不断增强。 我们为全法情报部门,增设了1900个元额,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需要配置打击恐怖主义的人力。